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记者发会的报道 2009年10月7日天刚亮 江苏省丹阳市嘉山村的村民发现村里丢了两块石头 早晨你出来吗 我可以啊 这两个文物给人家偷掉了吗 那里的一个 这里的一个 这个地方的 我当时心里很着急 不就是两块石头吗 看把大家伙给急了 难道这两块石头还有什么名堂不成 原来是我们村里面食堂里的东西 那是古代的 原来这是两块古代的石头 据说是清朝的 叫报古石 就是我们过去家里的门堆 这两块石头原来是村里 祠堂里的东西 后来 祠堂改做了学校 学校又拆了盖工厂 只留下这两个门堆 这么高吧 总有一米 可能一米五十高 我们以前那个上学的时候 在那个农妹们上小学的时候 就在那里玩了 厂嘛总有 嗯 可能两米多一点厂 两米多 两米多 上面是什么样子 上面 哎呦 我画的那个好像是 十一还不知是什么 村民们说 这两个门堆放在路边 有好多年了 一直没人管 谁也没想到 会有人来偷它 这么重的两块石头 是谁偷的呢 又是怎么偷走的呢 村民们 马上报了警 类似的案件 从2009年8月以来 丹阳警方就陆续接到了 好几起村民的报警 都说村里丢了雕刻精美的古代石刻 有的是清朝的 有的是明朝的 可村子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古代石刻呢 因为丹阳的话呢 是石刻自乡 我们的十两的石刻 应该说属于国家的重点的 我们的保护 但是我们民间许多的石刻的话呢 都散了在 我们也是古老的 也是村长 丹阳又叫奇梁故里 在历史上是南北朝时期 奇高帝肖道成 梁武帝肖眼 两代开国皇帝的故里 素有江南文物之邦的美成 尤其是南朝帝王陵路石刻 其艺术价值可以和我国著名的 云岗石窟 龙门石窟相提并论 而在一些宗族的祠堂中 也流传下来不少反映民间艺术的石刻 国家遗存的文物来看 应该是南方的 祠堂建筑 应该数量要多余 丹阳市文化局文物科的负责人向我们介绍说 由于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 人口大量难迁 南方的文化艺术得到了促进和发展 这些石刻就是当时文化发展 以及百姓生活的见证 由于南阳市政府对民间石刻的重视 再加上一些人认识到了这些石刻的价值 一群不法分子就盯上这些石刻 对于近一段时期 许多村庄接连发生石刻被盗的案子 警方成立了专案组 进行调查 通过调查警方发现 这些村子里丢的石刻 原来都是放在路边 或者是废弃在房子里的 现场几乎没有留下痕迹 而这些窃贼租案都选择在深夜 盗窃的过程也没有人看到 案件一时间陷入了僵局 不过让警方感到意外的是 嘉山村门堆被盗案的目击者 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这是嘉山村一个工厂的门尾老王 他说丢失的门堂就摆在他们厂对面的路边 那天凌晨两点多 他正在值班 一辆面包车停在了厂门口 下来了两个人 说车子坏了 要跟他借工具 他们在闲聊的过程中 还向老王问起了那两个门堆 他说 你们这个东西你们卖都卖了 我说 这东西解释的 哪个也没觉得 后来他有情了一个人 跑进来他说 他说 师傅啊 我这个东西我拉了走了 他说 你要不要多讲 我给你两千块钱 你要不要地上一车车 一看这两个人是打着门堆的主意 老王怎么也不同意 老王说 他们总共有七八个人 看到他们 要用铲车 把这对门堆给运走 老王马上出去阻拦 但是 被其中两个人 给架到了一边 老王只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 把这对门堆给运走了 这个鞋里面卡擦 弄个擦擦擦上去的 就这两块东西 他们就这样擦的 你懂得非常好 你也擦出来 绝对不擦过五分钟 就擦上去了 目击者老王还向警方 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 那就是这一伙贼都是本地口音 年纪都在二十多岁 通过这些线索 以及对现场的看查 警方感到 这几起案子 作案的手法相似 应该是一伙人干的 通过走访 村民们向警方反映 在丹阳 有一伙年轻人 经常在各个村子转悠 打着这些时刻的主意 经过进一步的调查 警方锁定这伙年轻人 就是盗窃时刻的嫌疑人 2009年10月底 这伙人陆续被抓获归案 在嫌疑人家中 警方缴获了大量被盗的时刻 其中就有加山村 丢的那对门堆 这个案件呢 总共收缴了 设计间纹纹 像这个 这个是包骨扇 包骨扇 包骨扇 这个上面有齿灵 齿灵的时候 我们这个当然比较有名的 这个是酸马扇 这个肠子是酸马扇 就是那个乡下的 古代的那个马 停下来是酸马的 由于被盗的这些时刻 年代久远 警方还特意请来了 文物方面的专家 给这些时刻 鉴定年代 并且估价 当时专家断带了 这对包骨石呢 是清代早期的 我们当时把它 定性是 古建筑物构建 建筑构建 像这个 这对石柱 雕丝石柱啊 包括这个 雕花的这个石板 有一两种可能 一种是这个桥梁 桥梁上面的一些构建 古代石桥 石拱桥啊 石板桥上面的构建 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说 池塘啊 这一类的纪念建筑物啊 这类建筑物里面的 本身的建筑构建 据专家估算 被盗的这十多件 古代石刻 价值二十多万元 目前 这些嫌疑人 被丹阳警方 以盗窃罪 刑事拘留 被抓获的 十五名嫌疑人 都是丹阳周边 临近几个村的年轻人 二十多岁 初中毕业 没有什么正式工作 然而让人不解的是 这群文化水平 并不高的年轻人 怎么会专门 偷到古代石刻呢 已经吃迷了 喜欢这个 这个上面的石刻 那个刻的东西 嫌疑人 纪扬扬扬 二十岁 他说 小时候 几乎每个村子 都有几样 这样的石刻 他们也听老人 说起过 这些石刻的历史 而在每次盗窃之前 他们也都会提前 去勘察现场 我们都是两个人 开个摩托社去做 由于这些古代石刻 分量都比较重 为了能以最快的速度 得手并且逃走 每次作案之前 他们都会租用卡车 和铲车来装运石刻 他们各自又都有分工 有负责寻找石刻的 有负责开铲车卡车的 还有负责望风的 那个铲车开的慢 然后铲车先去 然后卡车先去 然后我带着 我带着那个 我的我的同儿妈 去看风 嫌疑人尹鸿青 二十五岁 平时负责在各个村子里转悠 专门负责 寻找散落在民间的石刻 家山村丢失的那对门堆 就是他参与盗窃的 到现在他还能准确的说出 那对门堆的样子 直径为九十公分的圆 是双面浮吊的 贺度大贺度是三十公分 高度大概一米二左右 一米二 一边是麒麟 另外一边是麒麟 它这个一般就是 石头门口摆的 或者就是以前的大户 我以为这东西 大概五六万七八万这样 这些嫌疑人都是二十岁左右 文化水平并不高 他们根本不清楚 自己这样的盗窃行为意味着什么 因为是人家村上放在这里 没用的 然后人家不要的 我们也抱着这样的心理 我们不去的话 不去的话 有人也会去的 这些嫌疑人辩解说 不知道自己的行为 已构成犯罪 但是偷什么不偷什么 他们还是有选择的 那个石头旁边 立个文物保护的 我们应该是文物 是国家的东西 然后我们不会弄 然后知道这个 知道何国有多重 我们是不会弄的 然后不是文物的 放在人家 那个吃饭门口的 放在地里的 据嫌疑人交代 他们之所以能屡屡得手 都是因为这些石刻 不是随便的放在路边 就是废弃在破房子里 平时也没人看管 当地的村民 对于这些散落的石刻 并不在意 当时过去的时候 这就是以买的名义 人家说 私下个人不能做主 把这东西卖掉 然后你们想要 你们要是要的话呢 就往那里把他抬去 也是说这种客气 那么当地的村民 又是如何看待这些 散落在民间的古代石刻呢 采访中 很多村民都说 他们只知道 这些东西是老祖宗留下来的 并不了解这些石刻的价值 而现在 在一些村里的田间地头 仍然能够看到 无人看管的古代石刻 丹阳市文化局文物科的负责人 告诉我们 虽然这些被盗石刻 不是国家级的文物 但是他们是研究 当地古代民风民俗的重要依据 这些花卉图案 花鸟 花鸟图案 那对曝谷石 它的这个图案的设置 设置 雕工 就体现出我们在当时的历史时段 清代早期 人民群众 这个整个审美的情绪 今天我们请到杨摩世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的原所长刘庆祝 欢迎刘老师 你好 刘老师 你看我们了解到啊 在丹阳当地有一些帝王林木的石刻呀 是被列为国家保护文物的 得到很好的保护 那像我们今天看到的案子当中的 这个散落在田间地头马路边的这些石刻算是什么呢 算文物吗 文物里这个最主要的界定的标准呢 因为首先它应该是历史 过去 现在但现在文物呢 另个概念了 就根据我知道的过去一般界定啊 就是比如说1840年以前 合作清代的时候吧 就应该都算成文物了 第二个就是它要界定它三个价值 就历史价值 科学价值 艺术价值 根据价值大小呢 这个国家文物行政官的部门 也要登记早册的 登记早册 但是管理 一般是淑地管理 在河北省的河北省管 在北京市的北京市管 但还有一些散落 就流落在相间 或者是实际在 存落在相间的 有些历史价值也挺高 是吧 艺术价值也挺高 也不错 是吧 那这些石刻谁管 谁管呢 那道理应该 比如它当地的文物部门应该登记 有个早册 但由于这个 它是动态的文物 它管的就要投入一定的 不单单行政管理 还有经费问题的 就变成什么了 搁在这没人管 动了有人就有人说话 就变成这个现状了 那我们看到的嫌疑人是 他偷盗的是 放在路边的 这些散落的 无人看管的时刻 那么警方现在是以 盗窃罪立案的 我们现在来连线一下 中国政法大学的 曲新九教授 曲老师 我们想知道 从法律的意义上 为什么给这些嫌疑人 这个定的是盗窃罪 而不是盗窃文物罪 主要就是像这些 像这些石刻呢 它有一定的这种历史价值 但是还不属于国家保护的 或者是重点保护的珍贵文物 还不属于国家保护的文物 但是这些东西呢 它属于这个一种财产 还是比较值钱的 属于这个村庄的 这个集体所有 村庄自己决定 也处分他 那么其他的外人 去取走他的事 都构成对这个村庄的 这个集体的 这个财务的这种侵害 所以说他们又采取 秘密的方法给人拿走 当然就是一种盗窃的行为 好的 谢谢曲老师 如今这会儿 偷盗石刻的团伙 是被抓住了 但是困扰警方的 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 这些人偷这些石刻 干什么用 这石刻最后流到哪里了 我们来看记者 发回的后续的报道 正是由于当地村民的不重视 才导致的这些珍贵的 古代石刻大量的流失 而嫌疑人在盗窃得手之后 一般也都会以 比较便宜的价格脱手 像那顿门堆 专家估价是在六七万元 他们却是以三万五千块钱 给卖的 那个张宏俊 他是带着 是这个石刻的 对我们 我们弄的东西都卖给他 其实我们这个东西 也不是我们自己找的 就是张宏俊 他找了个地方 然后他叫我们去特 据嫌疑人交代 他们每次偷盗石刻 都会卖给当地 一个叫张宏俊的人 对方是一个专门收购 古代石刻的人 也知道这些石刻 是怎么来的 警方说 这种收赃行为 已经涉嫌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犯罪所得收益罪 目前张宏俊被取保护审 在他家 我们见到了各种各样的石刻 我偏爱这个东西 我对这个东西 非常喜欢 我们粗略的数了一下 在张宏俊家的院子里 大小石刻 能有上百件 小小的院子里堆得满满的 只留下一条小路 勉强让人通过 本来这个人家给我来换的 用比特斯特给我换的 我都没换 因为我自己用的 我自己盖房子用的 张宏俊今年39岁 他尤其喜欢这种门堆 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 张宏俊说 经历了这件事 他也认识到了 自己行为的性质 准备把这些石头 全都捐给政府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 随着农村逐渐向城市靠拢 许多祠堂都已经拆掉了 而且很多村民也了解到 这些古代石刻的价值 越来越注意保护了 现在已经很难从村子里 收购到古代石刻了 甚至一些保存就好的石刻 已经被定为文物保护单位 加以保护了 由于丹阳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 丹阳市政府一直很重视 文物古迹的保护 下一步 他们准备把有价值的民间石刻 收集上来 进行统一的保护展览 我们看到这个文物 就是我们刚才这个片子里的 这个张宏俊 最后他表示说 我要把我收藏的这些石刻 都捐出去 都给政府 我们就有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交还给政府 政府如果没有力量去建一个博物馆 或者很好的保存它 又给它放到田间地头 它那个处境也未必比它 在他们家院子里更好 对 你说是这个问题 它有些收藏民间 比如酸马石 门墩子 这些 说文物 摆在博物馆上博物馆 等级又不够 搁到民间 你说又没人管 或者有的人爱好 拉走吧 弄不好 还是有事 有点像烫手的山芋 对 就成这个了 国家文物部门 没能力的情况下 怎么弄 我觉得跟当地文物行政部门 协商一些 谈谈 你要爱好 你办个 或者你把它收集起来 办一些博物馆 然后跟地方文物部门说清楚 因为我想 保护文物不能光国家保护 国家是通过人保护的 这个人包括各级 包括国家法人 也包括私人 可以相机处理的 对 相机处理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可能更实气一些 我们在很多媒体上都能看到 丹阳现在正在发展自己的旅游业 其中这个丹阳时刻 就是他们打出的一张名片 我们希望丹阳当地的文物保护部门 还有当地的村民们 能够用好这张名片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刘老师 在这个模式带给我们的分析 观众朋友们 我们明天见 一个说话 一所谕 没有我们通 пог 12 立时 是吧